我做下去了 你做你的生意 我喝我的茶又不是不给你钱 首长啊 你这个茶这样喝下去 我做生意恐怕就要关门了 不会吧 子雷长 你借我好不好 你们做首长在这地方 一天坐到这地方 我做生意都没得发作了 让我收开吧 让我收开 让我收开 我们在这儿谈点军务 你先回避一下 要得 要得 怎么着 最近大厦都反映 机关食堂的饭不好 怎么着 参部长 在这儿下馆子呢 封错呢 那就是手中带兔 这些兔子不在家好好吃饭 好处的事情 不管让他们能行吗 有你这只老虎在这儿 别说兔子 就是狼他也吓跑了 来 走吧 走吧 我让食堂把饭给你准备好了 回去吃饭 我谢谢你了 还是我给你守着吧 来一口 早就备好了 早有什么事 我给韩非请个假 什么假 最近工程上有个事 就得这小子去跑 请假他自己来就行了 干嘛把你搬出来 人家怕你嘛 怕我 怕我就对了 只要别相信你这个支队长 就行了 那我一个钥匙不在我这儿 钥匙就在你身上 你说还早就还早啊 怎么样 钥匙就在你身上 这不是又怎么了 你说还早就还早 牛牛 我两天吃了牛牛 牛什么牛 牛牛 你不就拿个牛 牛牛 你来评评你 他因此叫我们派生 我们上面刚刚规定 节假日幸运地不给派车 特殊情况 非得见到川普长的签字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不是我用车 支队长用车 支队长用车 支队长用车算不算特殊情况 算了吧 算得算 我们见到同志没有 我见到川普长的他没有 好了 我现在找不着川普长 你让我怎么办 你现在先把药品给我 我安我 行不行了 听我说了你行不行 开玩笑的 这问题不是不能行 谁开玩笑的我跟 你看他这执行规定 你看你跟他吵什么呀 王队长 你干啥 他也不是为自己要车 是支队长用车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没什么事 影响好不好 我告诉你 这事我跟你没完 行了行了 谁跟谁没完呢 谁怕谁呀 谁怕谁 我就不怕你你怎么着 你把我搞掉啊 你搞不掉我 算你吹牛 我告诉你明天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支队长说的 说接送客人必须得用警车 面子排上嘛 这大家都知道 你说这车派不出来 他面子往哪搁 我也没法向他交代 行行 你得看说又急了 不是那人太可气了就是 行了 别急了 急有什么用啊 张五 你不是说参谋长 旁白 老老了 你找什么 我找小姐 老陆 你们的人吧 老陆 你们武警什么时候变成摩托画部队了 还还还还还 等我一会啊 好 怎么回事 那车实在拍不出来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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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小心 你們做的動作要穩準狠 要帶有敵情關鍵 明白了沒有 明白 看我做示範 阿副出列 在 預備 開始 看見了嗎 是 預備 快 集體作業 開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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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小心 停 停 停 領導有什麼指示 沒事 我還以為有什麼事呢 你們繼續練吧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跟陸桃過不去 只想幫他帶好部隊 可是沒有想到還是把他得罪了 從他的眼神裡我已經感覺到了 我們之間要有一場熱帶風暴 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登陸 老陸 這麼晚還不回去 沒事 看看天 看這意思 熱帶風暴要往來了 氣壓低 就要下雨 顯然擬得太緊 就會崩斷 X 不是因為派車的事兒 對海英有意見啊 没有 没意见 乐乐 可不能夜宫耗龙啊 咱们还得支持海英 把整顿抓下去 让他抓 让他抓呀 让他狠狠地抓 里面 等一下 王所长 加油了 李吵 刘经理啊 我告诉你 肯定不是我们的人 肯定是 你有证据吗 我马仔看到他走到这个院子了 什么马仔 马仔就是我手下 这儿的布斗 同志 这是部队 请注意你说话的语气 进这个院的不一定都是我们的人 前两天市场还来过呢 肯定没错 咱们俩从这儿 特勤中队 集合完毕 去住室 刘经理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正规化的管理 不可能是我们的人 肯定没错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你自己看吧 有吗 是他吗 看好了啊 是他吗 怎么着 有点眼熟吧 救他 救他打我 不可能 他是我们特勤中队的韩副队长 怎么可能打你呢 不信你问他 汉飞 到 打架了吗 我只是小小的教训了他一下 你听 你听 闭嘴 汉飞 到 冲队 斩 跟着 冲队 案提请假 暗示规队消假 按 跟着 军人外出 贝子我放什么 暗示规队消假 冲队进行长历子 不得外出 军人在职情和声 不得出事由 不得请假 军人外出 必须暗急请假 按时归队消假 预办 跟着 军人外出 必须安静请假 按时归队消假 为您听到听众 不得安住 军人在持继统操作时间内 不得出适用 不得请假 第九十九遍完毕 一百遍 开始 按时归队消假 来 跟着 军人外出 军人在持继统操作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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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出适用 不得请假 按议 军人 他们的同志 按要求 条例已经背诵一百遍 请许致 讨论 设计 为什么让您背诵条例 知道吗 谭飞为什么出事 就是因为条例意识不强 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军人 要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一个办法 要时刻牢记 自己是一名军人 明白了没有 走 走 走啊 有人来这咳嗽啊 知道了 快吃瓜 快吃瓜 行行行 你这是来营救我的吗 还有心思开玩笑 我跟你说啊 参谋长今天马上没走 他在中备吃的饭 我估计十有八九他来找你谈 你到时候一定要注意态度啊 什么态度 哎呀你就好好给他认个错不就完了呢 嗯嗯 你来干什么 看兄弟来了 我来劝劝韩非 你早劝他早就不会有这事了 我看弄不好 你过来他也得过来 先去吧 是 参谋长 既然小兄弟给你送来东西吃吧 吃吧 吃吧 坐 咱们等你叫您吃两块 韩非 嗯 香好了吗 非常可笑啊 他说 你们这人怎么吃鱼翅啊 咱我们那只吃鱼肉 这个鱼翅都跟肠子肚子一样 都给弄掉了 鱼翅不就是鱼骨头吗 哈哈哈哈 他呀 他就把这个鱼翅啊 当成鱼刺儿了 可是过后我一一琢磨 我这心里啊 特别不是滋味 多好的一个孩子 他每天出入酒历灯空的场所 为什么军人本色不变 但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必须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 所以啊 光靠封闭式管理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啊 哎 我倒有个建议 把铃鸭水树立为咱们支队 爱港敬业的典型怎么样 我同意 好事 好事 对 好事 该出个标兵了 对 该出标兵了 好了 咱们开会 今天咱们这个办公会 很简单 就一个议题 就是关于训练场建设的问题 咱们今天的合作协议 已经签下来了啊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大家喜欢吃什么就尽管点啊 不用客气 我来请客 要这么点 小姐 来一瓶点熊 来两瓶 要喝就喝个痛快 小姐 就来两瓶 前面长啊 你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 当然要听你的了 听我的指挥 那好 大家看喜欢吃点什么随便点 行 我点一个澳洲龙虾 听说这个澳洲龙虾 做得最不错的地方 好天气啊 大家随便点啊 点啊 干什么呀 点啊 随便点啊 随便点 好吧 好 好 什么事 今天人家邱老板请客 你跟他瞎净什么 就像你要买单似的 算计说对了 今天这个单我买定了 你发什么神经啊 今天这种饭让他们请 咱买什么单 这个单我一定要买 因为上次邱老板请你吃饭的时候 我把你的面子给拴没了 今天我一定把你的面子给买回来 今天我一定把你的面子给买回来 他一坐上来就对小姐说 小小小小姐 来一瓶你们酒店最最贵的酒 小姐就拿了一瓶路易十三出来 就问土老猜了 先生啊 这瓶酒啊 一万二千块钱了 倒不倒啊 小姐 蹦就把酒瓶打开了 到到到到外面买去 讲故事吗 好 好 记不讲记不讲 这个小姐呢 这自愿倒霉了 哎呦 哎呦 你们来了就不说了 开个玩笑 肚子落壳病了 来来来 为了我们的合作成功 常委长咱们干啥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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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您好 这是您的账单 一顿饭吃了八千八百块钱啊 吃金子也花不了这么多钱吧 好 好 我们这次新级酒店 都是密码标价 不会乱载人的 好 哎 你们这也太贵了点吧 钱带得够吗 还差三千 这还差远的呢 差没有 怎么办 徐先生 现在把警官证放在这个地方 回头把钱给你们送来行吗 对不起不可以 我把警官证压在这个地方都不行啊 这个真的不可以 那我们没带钱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呢 好 南载卡 把账截了 是 那我送你出了吧 走啊 拿着结账 不好使 还跟自己较劲呢 行了 送你一个好东西 最新型的大个大 都是总指挥了 不配个大个大 太丢分 多少钱 你猜猜 这一千块吧 什么 一千块 连个壳子都不卖给你 一万七千八 这么贵 你从哪来的钱 拿你工作 反正不是偷来的 也不是抢来的 不是 那你是从哪弄的吗 生产精神搞的正来的 这回知道了吧 咱们这叫经济特需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钱 你寸步难行 我觉得你都掉到钱里的眼里去了 掉到钱眼里了 那刚才少一分钱 人家饭店能让你走吗 哎 训练厂的事 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工啊 我想现在就开工了 那钱还没到账 你怎么开工 怎么又提钱呢 好好好 不提钱 好 谁在提钱 谁是我们的 哎呦 不错啊 爷 不错不错 这就是建起来我跟你说 我敢保证是全国一流的训练基地 我跟你讲啊 这连世界一流都差不多了 记得训练厂开工的前一夜 我幸福的几乎是彻夜难眠了 只要施工的一到 我梦想的 见面中国最牛的特警部队的第一枪 就算是打响了 哼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这第一枪 我就放了个哑蛋 当然可以 行 顾秘书 只要你们老板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好吗 我这趟 专门是来给你道歉的 这工程 我看是做不了了 不是 这不是我们已经说好了吗 我们老板说了 现在行情这么不好 你这个工程 报价又这么低 这活是做不下去了 为了表示歉意 我们老板特意让我拿一趟 不 不 不 你们这样不是不守信用吗 实在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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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参部长 我这边啊 现在的钢材和税泥都涨价了 原来的预算快点增加了 现在特区房地产市场火爆得很 建材价格是一天一个价 钱少了还没人干呢 就是参部长 报告 进来 协叔 参部长啊 这说白了 现在内陆的人是疯了似的往特区赶 那就是为了赚钱来的 没错 赚钱 张国王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说话呀 关于施工这件事 我跑了好几家工程队 他们说 至少得先打一半的定睛才肯施工 那你就没跟人说清楚 说咱们是部队 跑不了 咱一分钱都少不了人家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我都说了 我把咱们的实际情况 咱们遇到的困难 我都跟他们说了 可是他们说 不行 只要献钱 是啊 参部长 张参部说得对 现在这些人 你不给钱 就不给你干活 全社会现在都向钱看 全社会现在都向钱看 现在没有钱 以后谁再干 还跟我提钱的事 我就处理谁 没钱还办不了事了 你们这帮家伙就是 账口钱币股钱 我现在是一分钱都没花 不是照样把事办成了 而且人家还要反过头来 请我们吃饭 咱们那里行啊 这叫怎么讲呢 叫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一个顶俩 咱们俩 这叫老将出马一个顶八个 八个 是 没错 哎 杨叔叔 不算 嫩不算 来了 赶勇 上边 上边请啊 来来 加本上 杨部长 你第一次上我们挺吧 来来来 上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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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大刘啊 你搞这么花售 让我们怎么吃饭呢 哎呀 你余参部长 大家光临 我们海军也不能太寒酸了 对不对 也得准备准备啊 嗯 那风光四不一下 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啊 来的不巧 我们部队要搞演习 敬酒 那咱们今天就以汤代酒 怎么样 好啊 今天把事过半程了 喝什么都行 哎呀 你看你急的 咱们先喝汤 喝完汤再说事 好不好 今天啊 咱们吃甜酸苦辣咸五味汤 一人喝三碗 喝他个翻江倒海 来来来来 你们海军都里人秤船 喝汤我们可喝不汤啊 反正工程队的事 我是包给你了 哎呀 你就放心吧 好不好 哎 喝汤 咱们我这话应该怎么说来着 啊 那咱们就以汤代酒 敬咱们海军老大哥一杯 好 来 好 来 好 来 怎么样 嗯 够鲜 你们不就是要点工程基建吗 嗯 你们什么样用啊 后天 后天我开工仪式 后天可不行 我那些东西全租出去了 三个月以后才能回来呢 到时候你说用多少 怎么用 随叫随到 怎么样 怎么 耽误你使了 嗯 没有 来来来 喝汤 来来来 喝汤 来来来 喝汤 没想到我们那个地方挺热闹 你们这个地方也不平静啊 海星老大哥同志啊 来 谁不讲信用啊 啊 当初定好的事儿 你现在又要反悔 哼 还我不讲信用 我跟你说啊 药兵我这儿没有 要活药我有 给你挤车 跟谁吵架呢 跟谁 跟你跟我 当初资金没到位 你非要开工 什么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你上啊 你不说话 我就知道你干什么来了 哼 你自己现在起火门下了吧 可你给我也拉到虎背上了 知道吗 当初是你先把我推上去的 现在不想管了 没那么容易啊 哎 你还反咬一口了是吧 啊 我也不跟你争 你自己看着办 不是想办法弄点钱啊 要钱啊 没有 哎对了 当初谁说的 钱是王八蛋啊 没有王八蛋 咱不是开不了工吗 啊 不是你当初说我 掉在钱眼里了 你现在也是张口钱闭口钱了 于海英 你可不能掉在钱眼里啊 你这时候说这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啊 钱就那些 多一分钱我也没有 你打死我也没有 我要是有啊 用不着你在我这磨 我也用不着 求爷爷告奶奶 到处磨嘴皮子 自己想办法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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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点嘴 哎 哎呦 咽不充血了 有多久了 好几天了吧 什么事这么着急上火啊 都是些烦心的事儿 这样吧 我给你开点牛黄解毒片吧 不是那药我吃了不管用啊 那怎么办 那我可没招了 要不找你们家乔医生给你看算了 乔医生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参谱长 问题解决了 什么问题解决了 我把咱们遇到的事儿跟韩非说了 韩非说了 没问题小事儿一桩 韩非 你准时 韩非 韩非 哎小子 开个洋车就不认识人了 哎呦韩非 还真是变了个样啊你 韩非 还真是你啊哥们 韩非 韩总 谢谢韩总 韩总 这转一两天就会一样的名片 韩非 韩非 可以来了啊 过来过来 大家快来来来来来来 我来把洋车车 来来来来来来 宿总经理 来来来来 宿总经理 我看你车子 你别说这车还这么不错呢 这什么台车啊 黄冠 黄冠 黄冠多少钱 也不多 免税三十多万吧 哎呀嘛 三十多万 这一不小心到了地方这么几天 就混成外袭大老板了 啥啥水了 行了行了回到部队就别装了 哈哈哈哈 才赶紧一下 来来啦 红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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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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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派一个 你 你 亲 哥 这怎么发的钱 我呢 我看你这 你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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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财族发 可不说了 老子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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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那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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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还有事 你们来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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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一点都没变 一点都没变 坐 韩飞 参谱长 韩飞最近挺忙的 他一听说咱们这事 一听说 是 韩飞 坐着吧 我回头找你啊 好 参谱长 这是我的名片 以后有什么事 您尽管说话 千万别客气 哦 放这儿吧 名片名片 就是名着片片 关键还是要看实力 是吧 我这点实力 怎么能跟参谱长您比 是吧 哎呀 我这到地方 混了这么长时间 也就混个副总 参谱长您要是下的地方 怎么这也得是个总经理 是吗 啊 参谱长 不看不知道 一看真奇妙 咱部队这套 到地方就不灵了 还有事吗 啊 你别不好意思吗 参谱长 你想啊 没有连参谱长 我韩飞哪有今天吗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报恩来的 是 参谱长 滚吧 啊 滚 12****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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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123 124 124 124 134 154 现在这个世界是要摘阿 雪马 exterior 就是干部队 不一定有他保护 韩非虽然让我麻烦 不自屈巧 但是他的影响并没有生出 那些日子 营区这到处都传送着韩老板 发大财的光辉事迹 他这一趟无尽管下 不仅让我感到无奈 而且还让我生出许多 莫名其妙的愤怒 我告诉你 你说韩非在部队算他鸟人 这话不能这么说 他不就是一个被部队淘汰的兵吗 韩非他才叫弄桃儿 人家有自我推荐意识 现在这地方流行鱼化知道吗 怎么说 上笑大笑到的地方是通通无效 你们几个嘴皮子练得不错 请 坑木 口令练习一百遍 目标操场 跑步 走 韩非这里还来过了吗 报团部长他昨天来过 谁让你把他放进来的 因为他是我们原来的中队长 可是他现在不是了 从今天起 地方人员进出营区 必须要经过支队主观的批准 韩非必须要经过我的批准 听见了没有 听了 把这条锅写在值班日志上 这儿 韩非 韩非 来 喝点凉的 接点酒 好 嫂子 你说我大热天我辛辛苦苦我图什么呀 太让人寒心了 人一走啊 茶就凉了 不会的 你肯定是多心了 哎 我怎么能多心啊 怎么这样 这会发谁的牢骚啊 啊 支队长 你给评评这个礼啊 这个老鱼说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好心好意的帮他 他不但不领情还骂我 还让我滚 我一大活人我怎么滚啊 我 老鱼的态度我接受不了 你说的是哪个老鱼啊 还能哪个老鱼啊 鱼海鹰呗 你臭小子 哎 那老鱼也是你叫的 啊 刚出去几天呢 参谋长的名字在你嘴里就成老鱼了 那再过几天还不成虾米了 你看 有什么话好好跟韩非说 急什么呀 嫂子 没事儿 没事儿没事儿 啊 我跟支队长我俩聊聊 你去忙 来 来 韩非啊 你当了老板了是不是 啊 你牛了 我跟你说啊 别学那个没大没小的 对你将来没好处 是 对我没好处 可是支队长啊 我这事我还是想不通 你说 哎 我好心好意的 我把推土机挖掘机我把工程队免费给他用 这个老鱼 不是不是 鱼参谋长啊 鱼参谋长 鱼参谋长 他不但不领情嘛 他还骂我 这就是狗咬吕东斌 不是好心人 你说谁是狗 啊 老 我这张狗嘴 我这张狗嘴 鱼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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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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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干嘛 是啊 你能大声动吗 保密手则也没吹过吗 不该问的不要问 是啊 加速卡车 你说两句吧 我不收了 你收吧 加速卡车 加速卡车 大力 加速卡 加速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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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支队党委的决定 今后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和星期日的上午 改为劳动日 不管是机关的还是基层的 所有的人都不认行驾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修建我们的训练场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一手拿枪一手拿稿 发扬愚公愚善的精神 把我们面前这个小山包的产品 愚公都能移山 我们有这么多人啊 我们一定也能做到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下面一半位一单位 领取工具 师傅呀 这大礼拜天呢 在这搞什么呢 让你少睡懒觉 锻炼锻炼身体 哎 我睡什么懒觉 我早就起了 又是他于寒英搞的鬼吧 谁搞的鬼啊 这事不是党委会决定过了吗 你们俩不是常说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吗 我这是落实你们的指示啊 这样一可以检验部队的作风 第二可以让大家劳动了 一举两得的事嘛 哎 于参部长现在考虑问题非常周全 那还是正为考虑的周全啊 既然来了 就做个表率吧 拿着呀 你真要学玉工理生啊 那怎么办 哎不 我说人家韩非不是已经把那机器设备都给你弄来了 你不要 你还把人骂走了 怎么搞呢 不是 你真的相信他来支援我们来吗 当然 不可能 他回到部队那是显摆来了 那是要搞我 你知道吗 借他这胆他也不敢呢 我再借他个胆 我得向他打报告了 不可能吧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 训练场的工程却近战缓满 陆涛公开的讽刺我说 看来余海英同志的训练场要子子孙孙的挖下去了 对此我们说什么 挖下去就挖下去吧 我是绝不会放弃的 放弃就是投降 要不是那天政委的电话 我早就忘了还有个邱老师 更记不起来还有郁乐陈的事 喂 是政委啊 我在看录像呢 任务常常是向遭受战略地区评务因提供安全保障 是吗 那好 我现在看 海报海报 真情的海报 浪漫的海报 即将开业的海报无法乘 坐落在 满华的海滨大道36号 即美容美发 搭拿按摩 disco 电歌房 台球等娱乐设施于一体 相信会令所有的来宾度过一个伤魂的夜晚 我们的电话是8794 唔 哎呀 老邱 我今天可没啥喝啊 俊大长 想过来玩了 记得给我打电话 好 我好安排 回去开慢点 好 你着点休息啊 回去吧 好 好 站住啊 站住 干什么你 小眼神 我不愿意让罗敬听见 鬼鬼祟祟的你 你看看你真是酒气 是不是又和邱老板花田酒地去了 谁和邱老板花田酒地去了 哼 我跟邱老板在商量 那家属楼验收的事 你不想早点进心房 就这么点事研究了大半夜 叶海洋 你审犯人呢 路头 我可告诉你啊 商人大多数都是唯利是图的 文化城的项目你搞清楚了吗 里边什么内容你知道吗 我问过了 没问题 没问题 电视广告上可是说的够玄乎的 说什么 说 海报海报激情的海报 海报海报浪漫的海报 我让你销魂一夜 销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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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魂什么意思啊 销魂就是广告 广告就是宣传 没有宣传 谁到文化城就玩 你成本一个土包子 什么你也不懂 邱老板说了 这叫商业运作 大惊小怪 那也不能钓鱼轻心啊 我问过了 没问题 为这点迫使你深井半夜的敷酒 走 跟我回家 要记住 只有特区的部队 没有部队的特区 郑委 你去吧 海盈 怎么样 看广告了吗 看了 路透说没问题 现在特区啊 什么样的怪事都有 有些事啊 留个心眼 咱们不骗人 也不能让别人骗 郑委 你放心吧 走 你说现在这事啊 啥怪事都有 又有什么消息啊 我们说的呢 有个杀猪的 前几年不知打折腾 真的是小钱 说是给部队捐了八十万 不可能吧 你知道咋呢 闹了一个军事顾问 上校 上校警戒 不可能的事啊 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块吃的饭 那是小布 杨务长 到 别在这个地方散布洋营好不好 惨不大我哪敢 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政委 你觉得是这可能吗 我觉得不可能 不过 现在挂羊头卖口肉的事啊 太多 也说不准 是吗 海报海报 激情的海报 浪漫的海报 即将开业的海报无法乘 坐落在繁华的海滨大道三十六号 即美容美发 刀纳按摩 disco 练歌房 台球等娱乐设施 鱼翼体 相信会令所有的来宾 祝过一个萧纯的夜晚 来 帮助 旴主 牧场 大家 他们 显示 的 走 什麼 这位是我们当地比较不平均的营业人 这要是我们的酒吧 同志 你们这搞的叫什么文化呀 各区文化 我们现在是市营业 等到这市营业以后啊 才会有更火爆的内容呢 更火爆的内容啊 看吧 大哥你吓着 来 大哥先去包装做一做好了 来 这边请 来 同志 更火爆什么意思 就是想干嘛就干嘛呗 想干嘛就干嘛 那边无法无天了嘛 就没人管 哎呀 大哥你不知道 我们这边是跟部队合作啊 安全都很呐 你放心 把你们邱老板给我叫来 哟 大哥你还认识我们邱老板呀 那可真是贵客呀 哎 大哥你贵姓啊 大哥姓于 于大哥呀 哎呀 这边请 我自己来 赶紧叫去吧 啊 好的 您稍等 谢谢慢走 老三好 哎呦 老板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呢 赶紧自己里面坐一下 不是 不是 你们老板呢 我们老板一会儿就来 您别急 我陪你唠唠嗷 不是 你别拉我 大哥坐 大哥坐 大哥坐嘛 不是 同志 你别这样拉我好不好 赶紧叫你们老板过来 我找他有急事 啊 我们老板有个应酬 他马上就来 我先陪你说说话 来来来 吃个香蕉 来来来 我 我不吃 哎呀 大哥您别生气 来吃个香蕉 笑笑气 我不吃 哎呀 吃一根嘛 哎 你们一生酒陪你唠唠嗑 不是 你别拉拉扯扯好不好 我又不是老虎 怎么可能把你吃了呢 你怎么回事 这像什么话呀这是 哎 大哥您别走 干嘛呢这是 别走呀 大哥你去哪呀 是 是 乖 来 我跟你说个事啊 这 什么意思啊这是 大哥您看一下 哪个适合你口味啊 什么口味 你们老板最合我的口味 赶紧把他叫过来 你打开 呼呼呼呼 哎 大哥 别碰我 躲开 奇妙 快走 岳海英 你封文化城的事 为什么事先不跟我打招呼 你眼里还有没有 我这个知己长 我怎么没跟你打招呼 昨天晚上我打你手机的时候 你关机 我打你们家电话 你不在家 我找不着你啊 我现在不是正在向你汇报吗 强词夺理 你这叫先斩后奏 斩 你说那个 那个邱老板是什么玩意儿 别说是斩了 我正像一枪蹦了他 岳海英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看看搞些什么 雾气八糟的东西 不然你现在就把文化成了 民国车了 回车 是你领导我 还是我领导你 都冷静点儿 看来这个文化成的确是有问题 这两天 我还打算去摸摸他的底 哎呦 你多坤没去 你要是去了还出不来了 昨天晚上我就差一点没出来 海英 派兵守着 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公 弄不好 还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先把兵撤了 我看这事啊 要想彻底的解决好 你们俩 还得去找那个邱老板 好好的谈一谈 你说文化成没事没事 我就相信你 可是你看看 文化成现在搞的是什么文化 我跟吃了餐饮似的 有人让你吃餐饮了 现在比吃餐饮还难受 多大个事啊 啊 就算让你吃了就餐饮了 可现在让你这么一闹 全是一家都知道了 就好像餐饮把你给吃了 你什么意思啊 邱老板跟你这么一告状 感觉你一下 哭到人怀抱了是不是 那你的意思 我跟邱老板是一伙的吗 我给他打电话他关机 给你打电话你关机 这很难说是不是在一起啊 下车 车开爆 向右转 当车 舱部长 为什么撤拼啊 请进 啊哈哈 哎呀 哎呀 曹副长 你来了 来来请坐 请坐 嘿 哎 吃点西瓜 来啊 不用客气 哈哈 哎呀 哎呀 曹副长啊 昨天晚上真不好意思啊 我老妈子的心脏病突洋发作 搞到家里好紧张啊 我实在是抽不出时间过来陪你 抱歉 你有什么可抱歉的呀 昨天晚上你安排得不错嘛 哎 路是这场呢 他很忙 他过不来 好 好好好 你是我们的总指挥 对 我们应该向你汇报的 来 请坐 请坐 坐坐坐 邱老板还有什么可汇报的 坐坐 参谋长 整改方案啊 什么整改方案 什么整改方案 还得听参谋长的吧 听我的 方案很简单 什么 关门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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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两个字 可不简单啊 参谋长啊 我是把身家性命全投在文化事业上了 已经没有退路了 哎呀 还得请参谋长多多关照关照 如果这文化城不能按私开业 不关是你们的租金 我交不起 恐怕 还得打官司呢 打官司 嗯 你想继续开业也可以 但是必须要把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砍掉 搞一些真正有文化的东西 参谋长啊 现在我们搞的是特区最流行的文化 参谋长 你以为现在还有人过来大唱革命歌曲跳中字舞吗 那是不可能的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参谋长刚才说的对了 我们这文化城刚刚开业 很多地方还很不玩笑 我们一定要认证整改 整改方案呢 有 参谋长 全在这儿了 参谋长 就小意思了 怎么样 还不够 走 这儿 不是 这儿 不是 是 哎呀 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 人家邱老板已经说了 这次按照咱们提供的方案进行整改 整改 改个屁 这次谁想骗我都不可能 那你什么意思 在我们的地方上就要按照我们的规矩走 不然的话 我就拉他的闸停他的店 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他我 我劝你别闹 这事你闹起来 咱们会吃官司的知道吗 怎么了 他还要告我 我是法人 合同上是你签的字 人家是告咱们也是合理合法的 真正不怕影子歪 要告就让他告去吧 我可不像有些人 作贼心虚 你快站住 你说谁呢 我是在说有些人搞起不正之风来比坐火箭都快 眨眼之眼的工作 这么说 你怀疑我 我是怀疑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不是一开始就是个阴谋 你把话给我说明白喽 你把话给我说明白喽 这话还不明白 那我问你 邱老板到底给了你多少钱 他又给你找了多少小姐 好好好 好你个月配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路透是一个又贪财又好色 恶贯满盈的大回来 你现在可以去告我 你去告我 现在就去 你要不去你就是个混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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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急 你怎么办 处长 合同是我签的 兵是我派的 这件事情 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责任全体在拔 要处理 就处理我吧 这件事 你一定好好配合 该随负责 到底要处理谁 我们还盯不了 还得听总队首长意见 这检查您先拿回去吧 首长 我希望您能把我的请求 报告给首长 其实总队首长的意见 就是让你们先稳定局面 避免事态进步扩大 海英啊 这件事 你一定要好好配合 政委和支队长 做好工作 是 停 唱的什么 要唱就要把喉咙吼起来 别跟抽了大言似的 要唱就唱出阳刚之气 今后凡是集合战队 我都要听到嘹亮的军歌 我们要用嘹亮的军歌 把秘密之音 从我们军营里赶出去 军营的文化阵地 无产阶级不来占领 资产阶级必然要来占领 这是打仗 贴音 下面跟我一起唱 团结就是力量 唱 团结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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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列兩四港 一天還因平高環球 相隔法新史的大陸 什麼事兒 外面有人找的 誰找的 誰找的 法院都找我找的 什麼事兒 看一下 是 我是余海燕 你們找我有事嗎 我們是南山區法院的 華昌公司法人代表邱韻信 撞告你在一樁經濟合同中違約 經我們調查取證 合同是你簽的字 對吧 對啊 字是我簽的 怎麼簽了合同我就違約了 這是法院的傳票 請你簽個字吧 傳票 傳誰的票啊 請你和你單位的法人代表 予以十五天之內 也就是九月二十日 出庭結束 法庭調查 還法人代表 還調查 如果是有問題的話 是我簽的字 就應該是我負責 跟法人代表有什麼關係 有些責任你能負 有些責任 你負不了 那不是我說同志 你們弄錯了吧 他是我們這個參謀長 對不起 這是法律程序 請你不要為難我 我怎麼為難你們了 不不不不 嚇了我一跳 嚇了我一跳 你 嚇了我一跳 你怎麼進來一點聲都沒有啊 哎呀 我們羅老師 可真是個心情的原病啊 這麼晚了 還在耕耘呢 這還都是法律方面的東西了 怎麼著 改叫法律了 這可都是大學課程啊 我不是跟你說 今天我不回去了嗎 你怎麼過來了 有個好事 今天晚上有飯局 請你吃飯 你要去吃飯 嗯 我說路透 人家都給你告上法庭了 你怎麼一點都不著急啊 聽你這口氣 你還真拿我當被告啊 我可告訴你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當兵的犯法與庶民同罪 你是法人代表 是第一被告 你知道嗎 嗯 這事啊 你得擔著點兒 不能連累了海兵 好 我誰也不連累 好不好 走吧 幹嗎去啊 打關係啊 什麼 你沒聽說過 這打關係 就是打關係啦 你不讓我連累你們 我終於找幾個人 把這事擺平了吧 韩非今天約了幾個人 一塊兒坐坐 走吧 你怎麼看著我幹嗎 不認識啊 有點兒 這是你要借的兩本書 謝謝啊 你又跟我客氣 再見 再見 哈英 上哪兒啊 當被告 哎 哈英 你看 我給你借了兩本 有關法律常識的書 你拿回去看看 我看這個幹什麼呀 你看看 不是鄭偉 我正想找你說說 你說那姓邱的什麼玩意兒 搞些烏七八糟的東西啊 理直氣壯啊 我這一天到晚的搞訓練場 我現在倒成了被告了你看 是不是覺得有點荒唐 荒唐 太荒唐了 整個世界都荒唐 都喝醉了 你這個意思 眾人皆罪你獨醒啊 不管是刑是罪 我現在是一隻腳踏到糞坑裡去了 還要臭明眼陽 你看著嗎 哈英啊 當被告不一定臭 當原告不一定就香 誰香誰臭 那要在法庭上才能聞得出來 不是 你的意思是 我這個被告當定了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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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麼 往前看 看什麼 上 上 下 下 1 2 3 4 1 2 3 1 2 現在就要從基杉抓去 別搞那些花把事 三部長 你看看這官司這事 官司的事用不着你管 是 参部长 抓好你的训练就回去了 是 报告 部队带回 是 什么事 参部长 那女的又来了 什么女的 就是天天来找政委那女的 你说 她会不会是法院派来的人 法院派来的应该找我呀 干嘛找政委呀 那她会不会是政委的 家属 要是是家属的话 早就介绍给我们了 干嘛搞那么神秘 那你说那女的干嘛来的 天天跑步都来找政委 参部长 政委不会有点什么小情况吧 瞎琢磨什么呢你 拿着 何老板 我们不违反原则 您也有力可图 这样 咱们大家都好啊 对对 收拾 收拾 对 重了 来来来 走走走 走走 你好你好 咱们不告不相似 越告越清理啊 对了 参部长 现在我们已经搞定了 没事了 对了对了 今天晚上我请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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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不行了 我们另有安排 那 哎呀 那就明天晚上嘛 就这么定了啊 哎 记着啊 哎 老陆 救救救救 好 再见 再见 韩英啊 郑委 你搞什么把戏 到底怎么回事 你这个被告啊 想当都当不成了 为什么呀 原告撤诉了 干嘛撤诉 做得心血害怕了 这件事啊 你还得好好地感谢 人家齐律师啊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余参谋长 自我介绍一下 金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我叫齐亚 也是 肖政委爱人的学生 我刚调到这儿 以后还得请参谋长 多多关照啊 你好 韩英啊 请课吧 请谁的课 行了 我请 齐律师 请 走 政委呀 我还是不明白你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为了利益 什么利益 根据市政府的最新规划 礼堂周围将建成本市 最繁华的商业区 可以说是寸土寸金啊 我们把这块地交给邱老板 让他把娱乐城改成商贸城 他把训练场没块地啊 彻底交给我们 我们用商业街的一块小地 换邱老板的一块大地 各得其所啊 哦 原来是换地啊 对 而且我找专家测算过 咱们呐不吃亏 参谋长啊 你们肖政委为了这件事 可是费尽了心思了 小齐这是在批评我 快成生意金了 海盈啊 市场经济 虽然依靠利益的杠杆撬动 但是我们都必须遵守法律 在公平公正的原则面前 谁都不能耍老大呀 政委 我算是又上了一课 来 请 老师好 他们的号 你好 经过总队和支队的共同努力 文化城这件事情 虽然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 但是 这件事情也反映出了支队党委 在大是大非问题上 把关不言 有只算经济账 不算政治账的倾向 为此 总队党委研究决定 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第三支队政治委员 小明亮同志 和副支队长鲁涛同志 同步批评 叔叔 我有话跟你说 你不用说 情况我都知道了 班子里出了问题 板子肯定要打在两位主官身上 当然 不能说你就一点问题没有 而是你这两位老兄 都主动的替你承担了责任 还替你说了不少好话 没想到 你们这个班子这么团结 我相信 你们会很快的扭转这种被动局面的 谢叔长 这样的处理结果 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里 我惹的事我却没事 陆涛和政委把责任都担下来了 看来这一仗 我算是打败了 败的很无魔心 败的不仗义 败的没有名堂 政委 对不起 陆涛 哎呀 没事 该说的领导都说了 走 上我那儿喝杯茶 不要受罢了 我 д student 我们 新军在高尚军里 转圆发热待略总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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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不想 而是我害怕见到卢涛 我一直觉得我对不起他 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和期望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怎么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来 不是 我说你应该跟我说一声 我到机场去接你啊 谁要你接 这整栋楼都空了 你问人在干吗呢 不干吗 没干吗 你戴着帽子干吗呢 我这刚才翻东西 把帽子翻给出来了 我试试 来 说什么东西 让你先坐 你干吗呀 准备搬家呀 我准备回北京去看你 回北京看我 是啊 那你连胡子都不夸 可怜样 小伙 我真是挺想你的 这几年让你受苦了 是吗 我也想你 我再也不跟你斗气了 真的 我要永远陪着你 我就陪着你 这出来我再也不走了 我 不走是什么意思啊 我转业了 你怎么没跟我说呀 你怎么看我干嘛 诶 等我一会儿 你干嘛那么看我 看得人家特别 都不自信了 有什么不自信呢 有什么不自信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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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样打扮好不好看 挺好的 像个浪外婆 诶 你又说我 以前你带我出门 总嫌无头 今天人家打扮打扮 我看着不顺眼 算了 不去 哎呀没有了 我们家老近吧 那天生就是个女人披子 稍加打扮打扮 那就是个浪外婆的梦 太好了 我去 诶 小姐 我真想你啊 画得真漂亮 原来见底才这么大般呢 露汤还说我的 说什么 真好看的 没感觉 你也漂亮了 你干嘛搞突然袭击啊 怎么了 觉得突然的 那可不 嫂子 就我们家乔红这性格 想一出是一出的 搞得突然袭击 这不是太正好 是 乔纳小姐 乔红同志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 你要是再不来啊 你们家这位啊 就要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啊 阴阳失调呗 你还阴阳失调呢 乔红 你别听路逃胡说八道啊 你别嘴硬啊 老婆不在身边 有些人急得上蹿下跳的 差点啊 还当了一回被告 前阵子还闭门不出 分了新房后不要 你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了 哦 我明白了 原来我身边有特务啊 说谁呢 我跟你说 我要是不及时通报 说比哪天一急了 把我闭了都很难说 有可能 乔红 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不走了 绝对不走了 我哪熬得过他呀 是不是 我投降 我绝对投降 是 干嘛 你不相信啊 哦 相信 相信 哎呀我说乔红啊 你这次回来感觉 变好可真大 是吗 从内到外真的 哎 那下面工作怎么安排呀 工作 哎呀那工作的事 还用你跟他瞎操心 余参门场 千斤万马指挥的都精精有条 我他都管得服服帖帖 老婆的工作这点事 小事一断 你可别越说越来劲好不好 啊 哦对了 为了欢迎 乔红同志的到来 我代表支队送你一件礼物 那 郁寒英同志 你的钥匙啊 我可交给乔红同志了啊 拿着 乔红 你看这位置怎么样 干嘛挂黑白的 改天换个彩色的 我喜欢黑白的 你看位置怎么样 啊 高点吧 左边一点点 好了 行吗 行 哎 我说你跟陆涛又怎么了 没怎么回事 什么没怎么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们俩天生就是一对冤家 陆涛不是说了吗 我这叫阴阳失调 你来了以后不是一切都好了吗 哎你等等 嗯 这军装让我看看 怎么了 你说多好看 你看看你自己来看看 你怎么说脱就脱了呢 你也不看看现在什么年代 什么年代 什么年代我都喜欢穿的 那是你 我可不这么认为 嗯 现在有本事的人呢 都去考大学 经商 没本事的才来当兵 行啦 我又没有别的意思 你喜欢穿军装你就穿着 哎 你穿着军装保卫特区 我偷了军装建设特区 咱这不是一家两制吗 是不是 你去 ああ 就去做的 你一个人 你去工作 了 他就被遊兵了 那就行了 请问咱这是军展日办吧 对对对 请坐 你们有什么事 我们就是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单位 行 请坐 坐小伙 你们带着材料了吗 带了 那我们看看 赶紧 咱们特区呢 现在实行的是 大社会小政府的结构 也就是说机构从简 这样一来 公务员的职位就非常少 所以我们的安置工作呢 也非常的难 所以 许多的转业军人 都采取了自主择业的方式 他们自己下海 游泳去了 我这个意思你懂吗 理解 理解 刚才你们在门口看见了吧 都在排队领执照 办公司 同志 我想问问咱这个地方 还有没有什么单位 这单位 看来乔红同志是有专业技术的 对 这样就好办了 有个单位可以挤进去 什么单位 白龙巨委会 还缺一个计划生意宣传员呢 计划生意宣传员 对 高北 有原事故吗 我高下收购 没有 那那那 有美元吗 没有我没 那有什么 我有枪油子弹你要吗 感冒了 用三金牌品质有保证 新来中央三金牌中华联可服役 习惯西药三金牌 这彩色就是比黑白的好看啊 你别说 今天早晨那老头说话挺有意思的 是不是啊 我说我跟你说话呢 你先不看了行吗 看你脑子有毛病吧 不是我脑子怎么会有毛病呢 军人难道不应该体谅政府的难处吗 应该 可我现在已经不是军人了 请你先体谅体谅我的难处 不是我 我现在不是正在想办法吗 有你这么想办法的吗 你那完全是公事公办应付差事 你老婆主任医师 副团支干部 去当什么计划生育宣传员 你不觉得丢人呢 还真以为我指望上你了 我那时给你机会表现表现 知道吗 你现在的表现是不及格 不是我说你别着急行吗 不管什么事得一步一步慢慢来 你正好在家待一段时间吗 在家待着干嘛 给你当保姆啊 美的你 那是不可能的 你干嘛去找 不是你上哪儿去找工作去 你找什么工作啊 这么晚了你上哪儿找工作 我能指望你 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找工作 海英啊 乔红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嫂子 我们本来想出去散散步 这天太晚了我们就不去了 是不是 是 没事就好 有什么事就照顾一声 没事 你歇着吧 对对 没事 嫂子 你回去吧 走 我去吧 行了 嫂子 你回去吧 我说呀 你就别再麻烦陆涛了 他已经够麻烦了 你知道了吧 这事你别着急 你就包在我身上 我一定可以 我 你听我说行吗 哎 我说你 你这不犯轴吗 你这是 我不都都是为了你好吗 干嘛什么事 去着急 着急 你就 你除了着急 就没别的事了 开始 杀